悉感是個人感染症當中的頭髮刺手 因為悉感的聲音有緣不平 因此早期發言很重要 疾病學生電腦登山掃描 是目前為它經過科學研究正式 可以優好輔助抵減悉感的降伏 各位病院日前引致128尺電腦登山 超級學生的掃描原因 連1公分的金流都看得到 給予民眾定期做健康檢查 早期發言早期治療 感染要求各人集團4萬元的第一名 遺感已經超過的感染 危機到南路感染4萬元的第一位 可以早期治療是決定到遺感以後 最重要的因素 早期發言遺感 過去都是頭髮胸部X光 但是一般的X光檢查 對到商品的遺膜金流 比較比較壞人設定 現在民眾可以三個主意 低伎量肺部電腦斷層的檢查 早期發言 譬如要測試治療的附近時間 用這種低劑量的電腦斷層檢查 事實上4厘米的大小的腫瘤是很容易看得出來 正好這個也是拜電腦斷層的技術的進步 就是說它本來是單切的電腦斷層 那你切數越多的時候 你可以切得越細 那像我們這邊目前事實上嘉義地區超過100 像我們這個叫128切 那所以它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事實上真正掃描的時間可能不到10秒鐘 那10秒鐘就可以把這個事情做完了 那最主要的是它可以發現很早期很早期的肺癌 所以只有0.4公分的肺癌都可以看得到 港以北一陰井128切的電腦斷層檢查 一公分的金流都看得到 提倡收金流的減持紀錄 意思也特別提借 得到肺癌的肺癌十分 包括年紀五十五歲至七十四歲 有成分的這個歷數超過三十當的品種 包括沒有情依然在成分 這些是改分還沒超過十五當的品種 有加十分數 發現肺癌的紀錄比一般人更晚 在最近這幾天 流行得到肺癌的經驗也明顯負心 提借輔助朋友也不可以 均衡到肺癌提供的重要性 最好是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為自己的健康來罷關 西新新聞 中央民翁書 三江二次 蔡宏博德